中共地方政府財政陷入危機 公務員降薪一波解一波 甚至還有眾多機關單位已發不出工資 網傳視頻顯示 天津市濟州區交通局事業編制人員9個月沒發工資 連日賭門抗議 大門口有數十名公安戒備 路邊停放多輛警車 還有網友向本頻道爆料 地方政府真的沒錢了 山東省鄒城市的公務員工資已被拖欠3個月 為了在中國新年前給大家補發工資 當地政府要求所有的公務員幫助政府貸款 也就是以個人名義帶來的款項交由政府使用 科長要貸款60萬 副科長貸款30萬 普通職工20萬 這是強制性的指標 完成貸款任務後方可補發工資 鄒城市原本是一個 複數的煤礦資源豐富的縣級市 近年來 由於大型國企眼礦集團總部簽住了濟南 導致其稅收收入急劇下滑 而在疫情期間 該市為完成疫苗接種指標 率先出臺 打一針疫苗獎勵1000元的政策 吸引了周邊的民眾到當地打疫苗 再加上每日的核酸檢測費用 導致其疫情期間花費巨大 這些都是其出現財政困難的重要原因 不過如果鄒城這樣的曾經非常複數的縣市 都出現了如此窘境 更不要說那些貧窮的縣市了 或許情況更慘 分析認為2024年體制內降薪潮將會持續 工資獎金持發 緩發 少發將成為常態 還有消息指出 現在醫院已開始欠薪了 位於山東 遼城 陽谷縣的魯西南醫院 拖欠員工工資8個月 1月31日 大批員工拉著橫幅 請給400名員工一次機會 該醫院院長面對全院員工稱 自己當日開始絕食 以此減少因欠薪對員工的欠究 還有民眾披露 河南商丘政府財政困難 把商丘市堆陽區的醫院抵押給銀行 疫情三年 天天做核酸 把醫保的錢都挪用了 病號在公立醫院看病自費30% 報銷70%的部分由醫院電資 醫院電資多了就沒錢了 而發生過討薪事件 現在銀行直接在醫院收錢 醫生工資更發不出來了 醫保現在有人沒錢 因為好多人沒錢交醫保 原來一共10塊錢現在變成380 而且這些人沒收入怎麼交醫保 醫保區也沒錢撥給醫院 醫院就更沒錢了 去年 就有網友發帖說 某地方政府每年財政收入不夠發工資 也不夠付銀行利息 靠取債發工資 能抵押的固定資產 比如醫院都抵押了 可見 地方政府的財政問題已經十分嚴重 不僅如此 現在林老師的工資都被無故苛扣 1月下旬 在廣東 南海中學 學校教職工 因為數月未發工資而連續進行抗議活動 還有報導指出 遼寧大學的教授 和博士導師們也發起了抗議活動 原因是 約有1500名退休職工的退休金沒有按時發放 遼寧大學長期以來 已提供豐厚的補助 來吸引非洲學生而聞名 甚至還受到外交部的特權支持 然而 如今遼寧大學的財政情況 已經到了極度緊張的地步 老師們甚至面臨著無法維持正常生活的困境 退休職工則成為了最先被拋棄的一群 外界認為 這種情況似乎符合共產黨的國策 將最弱勢的社會成員置於最先被犧牲的位置 有網友指出 中國的一流大學尚且如此 其他小企業 小單位的困境可想而知 臨近過年的前幾天 陝西西安的樓盤開發商中南軍企 還沒有把工人的工資結算清楚 上門所要工資的男子被急哭了 甚至為了討薪 甘願下跪 2月6日 天津近海區政府大樓前 聚集了一群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 他們急切地要求政府給予關注並解決他們的問題 然而 保安人員試圖阻止農民工們靠近政府大樓 有視頻顯示 大年三十 建築工人因為拿不到工資 選擇在四川綿羊自銅縣七曲山收費站附近的公路上 舉行抗議活動 還有網民爆料 為了要回被拖欠的工資 無期數十位農民工找到中間八區 尋求合理解釋 沒想到卻被特警抓進派出所 一整天都沒吃上飯 種種跡象顯示 中國地方財政真的沒錢了 統計數據顯示 2023年 中國地方政府基金收入同比下降超過20% 國有土地出讓收入也同比下降超過20% 這表明 地方政府的收支出現了嚴重失衡的情況 第一財經去年11月的文章就指出 在過去兩三年的前三個季度中 如果剔除了留底退稅等因素 有高達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處於財政不足的狀態 只有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省市的財政呈現向好的增長態勢 從公布的17個省份的財政數據來看 地方政府的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明顯超過收入 所以 導致地方財政總體上呈現出赤字狀態 即便是那些呈現出正向增長的地方 也只是在努力維持財政平衡 增長幅度有限 一旦財政平衡被打破 也會陷入財政虧空的困境 文章指出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多種 如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 基建投資過度 經濟增速 放緩等因素 值得關注的是 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 導致土地拍賣時很難得到好價錢 由於中國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是土地出漲收入 因此 房產市場的低迷 直接影響了土地價格的下跌 從而減少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區2月8日公布數據還顯示 一月的生產者價格指標同比下跌2.5% 減幅高於預期的2.6% 為連續第16個月下跌 一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同比下跌0.8% 較經濟學家預期的下跌 0.5%更嚴峻 不僅為連續第4個月下跌 更創2009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大跌幅 以類別來看 食品價格同比跌幅 比非食品價格大 豬肉和菜價同比下跌達到雙位數 旅美經濟學者程曉農表示 中國的經濟數據有造假和水分 但也值得觀察整體趨勢 並以最新公布的CPI和PPI持續下滑為例子 證明中國經濟衰退是不爭事實 張曉農稱 中國現在已經不能夠用 總體經濟學裡面的通縮通脹來解釋 只有經濟萎縮才會出現PPI和CPI同步下降 因為現在整個經濟狀況 已經進入一種經濟緊縮的螺旋 方方面面互相前置 會造成一種總體上都在收縮 它還沒有別的辦法的活 今後還要進一步下降 當前不僅PPI和CPI指數連連下降 近一年各省份正在密集下調收入預期 據第一財經報導 截至1月30日指 31個省份均已召開地方兩會 除了青海外 30個省份給出了2024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預計值 相比去年實際收入增速 廣東 江蘇 浙江 山東等28個省份下調了今年增速預期 近山西 江西兩地調增收入增速 西藏 吉林今年收入預期增速調降幅度較大 這反映了當前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一系列挑戰和問題 包括經濟增速放緩 導致税收和其他財政收入增長放緩 一 或者是地方政府面臨財政支出壓力 但財政收入增速不及預期 因此不得不下調收入預期以應對財政壓力 還有一些調控政策的實施可能對地方經濟產生影響 例如房地產市場調控 環保政策等 可能影響地方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 說來說去 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沒錢了 為什麼會這樣 有分析認為 主要是政府的財政稅收出了問題 一方面是收入來源在減少 比如 企業是主要的稅收來源之一 隨著企業倒閉增多 稅收收入相應減少 此外 人口老齡化問題也日益嚴重 通常 年輕勞動力是納稅的主體 而退休人員則不再納稅 因此 人口老齡化也導致稅收收入減少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崩潰 也是財政收入減少的原因之一 房地產涉及相關稅收 而土地出讓收入的減少 直接影響到印象收入 再來就是中國房地產的崩潰 房地產行業本身就攝取到相關的稅收問題 而且 土地出讓收入 它的減少會直接影響到隱性收入 此外 中國地方政府利用各種融資平臺 進行表外借債 這導致了龐大的隱性債務 這個問題存在著巨大的潛在風險 綜合考慮這兩個方面 收入減少 而追出增加已成為中國當前的基本情況 事實上 在2024年1月 整個中國財稅政策就已經處於量入為初的狀態 變得非常保守 中國政府真的要沒錢了 舉債過日已經是常態 彭博統計數據顯示 2024年 中國城投債到期量達4.65兆人民幣 為有記錄依賴新高 單記手據度 到期量達1.2兆人民幣 城投債是指 城市投資建設債券 是由中國城市投資建設公司 或城市投資建設主體發行的債券 城投債通常由城市政府全額擔保 其收益來源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收益 以及城市政府的財政支持 彭博報導指出 今年到期的城投債中 有30%是去年新發的 因為地方政府發債期限偏短 才能以較低成本融資 至今依然不能完全做到 同時拉長發債期限兼壓低融資成本 也表明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十分有限 而且正面臨一定程度上的財政壓力 因此需要通過債務融資來彌補財政缺口 法國外貿銀行提到 中國經濟復甦動力未完全恢復 地方政府收入和還債能力難有保障 現在還要排除財政實力較差地區的債務違約風險 各方面的困境不容小覷 不僅如此 今年一時 中國多個地方政府已經著手準備發行新的地方債 河南省早在1月17日就發行了第一筆債券 規模約人民幣247億元 從目前已經披露的28個省市資訊來看 今年第一季的總發債規模約達1.6兆元 外界預測考量固定經濟 財政永續性等因素 今年全年預計地方債發行規模將達到9兆元 令人擔心的是 近年來 中國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發行債券的措施 通過再融資 債券置換隱形債務 以緩解地方債務風險 截至去年11月24日 中國已經發行了規模超過1.3萬億的特殊債 並且在第四季度還增發了1萬億國債 中共當局發行了萬億的債券 直接導致財政赤字率突破了3%的國際安全線 目前達到了3.8% 全國財政赤字從3.88萬億元增加到了4.88萬億元 赤字率是持財政赤字與GDP的比率 是衡量財政風險的重要指標 需要注意的是 所謂的積極財政政策往往意味著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 由於地方政府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利 而中央政府有此權利 增加中央政府的赤字上限 相當於向市場投放更多的貨幣資金 然而 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在於貨幣的發行或增加貨幣供應量 而是因為老百姓對經濟未來不看好 不敢消費 中共已經出臺的政策未能有效刺激內需 針對當前的經濟難題 儘管中共當局採取了措施 但大量的債務只是暫時性地緩解了地方財政困境 整體而言 地方財政問題仍然存在非常棘手的問題 根據中國財經網報導指出 中國在2023年的債務與經濟P比例已經超過了22% 這表明 中國的債務負擔在不斷攀升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 地方政府不斷進行基礎建設投資 導致地方政府不斷借債 分析認為 以大型基建工程所支撐的城投債 雖然在象徵上具有重要意義 但實際上並不能為經濟增長做出實質性貢獻 相反 大規模基建的進行可能加劇了專制政府內部的危機 這是因為這種行為增加了債務負擔 但經濟增長並未相應提升 從債務的角度來看 這些大型基建工程所帶來的巨額增本 也在加速中國經濟的下行 另外 過去幾年 地方政府債務和平臺債務在整體債務增量中 所佔比例也在增加 2010年左右 政府債務和平臺債務 佔到全部債務增量的比例只有四分之一 而最近的數據顯示 這與比例已經增長到了50% 據報導 中國12個重點省份的 地方債務佔GDP比重最高的已超過80% 而其他地區的比重也至少在30%以上 此外 部分地方債務的餘核增速高於商品零售增速 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經濟模式下 債務增速快 而經濟產出增速卻很慢 我們知道 債務增長過快 可能導致資金過度投入到基建等領域 而未能有效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 造成經濟資源的浪費 這種情況下 企業利潤下降 失業率上升等問題 可能會導致消費者信心不足 進而影響消費者對商品的服務的需求 導致物價水平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日前 中國國務院發布了 《重點省份加強政府投資項目管理辦法》 要求12個省市嚴格控制新建政府投資項目 嚴格清理和規範再建的政府投資項目 這一措施旨在控制債務風險 特別是針對地方政府所建設的高速公路 棚戶區改造 產業園區以及部分市政基礎設施等項目 要求停止建設存在重大問題的項目 這表明 中共當局已經意識到財政債務問題的嚴重性 這一危機已經嚴重到足以影響政權的穩定性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週日播出的採訪中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 中國經濟現在遭遇挑戰 而且已經脫離了市場為主導的增長模式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 中國共產黨面臨財政問題的根源 在於其對經濟制度的控制方式 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平衡後 中國不得不進行所謂的改革開放 聲稱實行市場經濟 然而中國的市場經濟與國際上的民主國家的市場經濟 有著根本的區別 中國共產黨從未賦予中國人永久的私有財產權 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仍然是國有 這種國有化帶來了一個不可避免的矛盾 雖然財政被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 但財政資源卻逐漸枯竭 導致財政體制的內縮而非擴張 現代國家的財富主要來自於現代企業 但中國缺乏發達的現代企業 因此政府需要增加現代企業數量 開放市場才能有效地獲取更多資源 然而中國共產黨利用國家權力高度控制經濟運行 形成了權力經濟的局面 儘管聲稱實行市場經濟 但實際上市場被用來掩蓋權力經濟的一層外衣 由於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性 中國市場經濟的制度體系不健全 缺乏明晰的產權制度和法治精神 政府對企業實行補貼和出口退稅以刺激出口 但這擾亂了市場貿易秩序 並對私營企業形成了不公平競爭 私人的經濟自由與經濟資源沒有保證 可以出於政治理由被隨時剝奪 西方很多人曾天真的認為 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 不幸的是中共用西方的營養 養肥了社會主義的機體 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中共有了更多的錢 對民眾實行了更殘酷的打壓與迫害 目前中共投入鎮壓百姓的所謂維穩費 估計已經超過了1萬億人民幣 現在估計的按照片 這次有的的意思 職員在 regions內 一些這樣的群英雄 有助角 我添加